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咱们又来马来西亚的新山了 这不 看看我身后的这家 德星药材纸包机 今天中午我们就来品尝品尝 药材纸包机 走着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家的菜单 他们家的纸包机是最有名的 至于好不好吃 咱们吃了才知道 所以我点了一只 刚才服务人员跟我说 这个鸡是属于小鸡 我一个人吃是可以的 本来说如果太大的话 我就不点了 就点其他的 他们家还有炸虾 鱼 蒸鱼 其实要是如果几个朋友来吃的话 我觉得蛮好的 包括还有螃蟹 素菜也有 海鲜类的 肉类的 品种还很多 包括还有蛋类的 蔬菜类 你看蔬菜类也很齐全 本来我想点一个马来风光 但是我可能吃不了 所以我先点一个鸡 咱们先尝一下 如果没吃饱 咱们再来一个 然后点了一个罗汉果的水 好了 那接下来就等着上餐了 我们看一下他们家这个茶室 装修的古香古色 很传统啊 这个店面 大家可以看到 在他们家吃饭的朋友啊 这个桌子上的纸包机都是必点的 所以纸包机啊 一定非常好吃 你们期待吗 我的鸡来喽 哇哦 朋友们 咱们的纸包机上场了啊 看看 拿纸包的 哇 这还真是头一次体验啊 哇 哇 这个油 哇 油都流出来了 朋友们 看着很鲜嫩哦 拿这个叉子 叉一下 哎呀 口水忍住要流出来了 朋友们 马上吃起来 哇 朋友们 我们的纸包机上场了 哇 刚才我打开的那一瞬间啊 香味扑面而来 中药秘制的啊 咱们赶紧尝尝 哇 我给你说什么口感啊 满口的中药的香气 再来一块它的这个鸡胸肉啊 一般鸡胸肉 不容易入味 我们看看它这个鸡胸肉有没有入味 嗯 从上很香 哇塞 吃货啊 好吃 来 鸡胸肉都能有味 就别说鸡皮下面这层最鲜嫩的肉了 哇 鸡皮下面这个肉啊 首先就泡在那个药材汤里面 所以它是最有味道 再加上这层鸡皮 哇 入口太香了 哇 他们家这个纸包机做的呀 还有个很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把内脏啊 都给你处理的很干净 所以那在吃鸡的时候呢 就全部都是它的肉 哎呀 所以这样吃起来呢 也很省心哦 而且去掉了鸡头跟鸡屁股啊 这样省得我们自己再去了 很棒哦 再给大家尝尝鸡腿 哇 大家都知道鸡腿肉呢 是最香的 因为鸡健身的时候都靠它这个腿 来吧 哇 哇 没有想到啊 鸡腿肉保持了它鲜嫩的同时 嚼劲啊 就鲜维的嚼劲还有 也就是说它的瘦肉这块 鲜维的嚼劲 特别甜 他们家这个纸包机啊 据说是用素食道传统的中药 加上枸杞烹饪至肠 哇 入口之后 红尺流香 不愧是镇店之宝 哇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可以点一个纸包机 再点一个海鲜 来他们家吃就太完美了 好了 朋友们 那我赶紧吃我的纸包机咯 地址给大家送上 如果你们来新山 务必前来品尝哦 绝对不需此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并打开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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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